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癌有胖一點沒關係嗎 還是癌有要瘦一點 當然我們都知道癌症的病患不能瘦 因為你一瘦你就沒有抵抗的能力 你沒有營養的基礎來對抗這個疾病 所以癌症病患是絕對不能瘦 那癌有胖一點呢 胖一點好不好 我們曾經在那個世界癌症基金會 委託美國癌症研究所 他做了一個很大型的全球性的調查 他把這個相關系找出來 認為肥胖跟膽囊癌 大腸直腸癌 食道癌 乳癌 子宮內膜癌或叫做子宮體癌 還有攝護性癌有直接的相關性 我講得我很重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體重過重 其實你是比較有高的機會 會罹患這些癌症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在飲食 讓你會體重過重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說你的飲食裡面 可能攝取過高的熱量 或者是過多的油脂 或者是過多的糖類 那不管你是過多的油脂 或是過多的糖類 這些都會直接對你的消化道的器官 產生負擔 那最直接影響就是你的油 會導致你的膽子分泌過多 那膽子分泌過多的時候 他會在腸道的代謝之後 會產生致癌物 那另外一個 你飲食裡面攝取過油的東西 相對你蔬菜纖維一定吃得少 所以跟大腸直腸也有直接相關性 還有另外一個呢 當你的體重過重的時候 你的脂肪細胞增加的時候 其實你會影響到你身體裡面 對荷爾蒙的代謝 舉凡跟生殖器官相關性 有荷爾蒙相關性的癌症 就幾乎跟體重過重有關係 所以包括乳癌 子宮體癌 攝護性癌 幾乎都被認定跟癌症的發生有關 也就是說你不能太胖 你太胖的話 你罹患癌症 這些癌症的機率就有關係 世界癌症基金他們發佈出來 是總共有13種癌症 都跟體重過重有關係 也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體重控制的好一點 你離癌的機率就相對少一點 而且我們還發現的是 這些癌症 如果這些癌友 如果在他的疾病眼鏡的過程裡面 體重沒有好好的去控制 還是一直放任他體重過重的話 其實那個癒後是不好的 特別是乳癌 子宮體癌 大腸脂腸癌 膽道癌 這些的癒後都不會好 所以我這個題目下在這裡 胖一點沒關係嗎 其實不對 對癌友來講 你應該讓你的體重控制在標準體重裡面 但是絕對不能過瘦 我們希望是你在標準體重的上限 而不是在標準體重的下限 因為我們的疫情關係 你看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一張門 這一張圖 真的超好笑的 他說當疫情結束的時候 開門就會湧出一大批的洋芋環 這樣會再現大唐盛世 我看到這圖片的時候 我真的哈哈大笑 因為我發覺 真的當我們大家都關在家裡的時候 沒事做的時候 就是會吃東西 所以呢 我們不可以讓這樣子的 噩夢出現 我們應該在這個宅在家裡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要遠離你的防疫胖 你不能因為防疫而讓自己的體重過重喔